一年长年起第二主日弥撒福音 攻读圣若望福音 那时候若汉和他的两个门徒又在那里站着 若汉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 看天主的羔羊 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 便跟随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 你们找蛇吗 他们回答说 纳比 一级师父 你住在哪里 他向他们说 你们来看看吧 他们于是去了 看了他住的地方 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 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 西满伯多路的哥哥安德勒就是听了若汉的话 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了自己的弟弟西满 并向他说 我们找到了墨西亚 以及基督 遂领他到耶稣跟前 耶稣注视着他说 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 你要叫 克法 一级博多路 圣主的圣言 请把这些明明明制处理 部员